世界知名金融机构的资料显示 在全球房地产价格最昂贵的十大城市当中 有七个在中国 其中五个城市还是名列前茅 专家就指出土地财政 还有一切以追求高GDP成长 还有城镇化建设 虽然是造成了大陆房价畸形的主要原因 但一切的背后还是中共地方政府官商勾结 推波助澜的结果 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说 在全世界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十大城市中 中国的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天津 广州和重庆榜上有名 其中前五个城市的房产价格 甚至超过了东京 伦敦和纽约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陆房价高居不下呢 2011年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就曾显示 由于中国的房价疯涨 导致85%的家庭买不起房子 近几年中国房价更是一路上涨 速度仍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然而另一方面 中国却有着令世界吃惊的大量空置房屋 尤其北京 广州等地 空屋率更高达近30% 尽管房地产泡沫带动GDP 但是财经网的评论指出 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堪称两大吸睛黑洞 房地产占用了过多的资金 造成了实体经济大量失血 也就是说房地产行业越膨胀 房价越高 其他行业的增速下滑越快 虽然中共当局说 不再将GDP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唯一指标 但民众认为 常贯填头的贪官与奸商们 是不会就此罢手的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 中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